其實相對來說,將軍路都多小朋友 日出康城就更加 我都相信很多日出康城的街坊 都是因為小朋友希望有多些生活空間 所以就看中了日出康城的三房、四港單位搬進來 但其實進來之後,小朋友有些什麼活動呢? 除了去日出公園,玩一下室外的東西 去Cup House,Cup House有些兒童道書 時事留心即學問,歡迎來到VIPP豬仔頻道 講小朋友的設施,你也知道室外遊樂場的出康城暫時是非常缺乏的 靠Cup House裡面的室內遊樂場,選擇你小朋友玩來玩都會驗的 都想去其他地方 康城公園裡面的遊樂設施比小朋友都是少的 多數就是如果小朋友開始玩一些Skooder 開始踩單車就好 但其他遊樂場比較少 比如這張照片,VIPP是經過去到寶林那邊的寶翠公園 那裡有超過十種不同的小朋友玩的雪蛙梯 其實都很適合小朋友那裡玩 隨著第三波的疫情慢慢好轉回 公共遊泳池都好似昨天已經開放了 希望遲些再回復正常的時候 隔壁可以考慮一下,計劃一下 和小朋友去公共圖書館看看書 和上網自己下載一些電子圖書看 或者自己買書回來看,其實是兩種經驗 兩種經驗其實現在都需要的 我覺得很漂亮 第一個就是條頸嶺的公共圖書館 這個圖書館大約有三層 Ground 4那層是超過2000呎,是兒童圖書館 裏面都做得蠻漂亮的 小朋友可以坐在桌上,然後有很多不同的書 可以坐下隨意地看 有很多小朋友都可以去的 其實同區 變成可以有一個培養一個月度的習慣 因為你看到其他人看 你有跟著去八卦一下 其實這種經驗都厲害 而這個圖書館其實都比較新一些 都是開了五年來 所以入面的設施、圖書都比較新一些 我極力推介的 如果大家有小朋友的話 都考了去 疫情好了之後 可以去 另外其實它雖然是條頸嶺的圖書館 但是如果我們在康城的街坊去 其實可以坐地鐵去到張均路站 然後就根據向張均路中心的方向 就進去張均路中心的商場 去L1的桌上 其實你去到商場尾 是由新起的接駁行人天橋 駁到圖書館和條頸嶺的運動館 所以如果你坐地鐵去到張均路站出 走過去就五分鐘內 走得慢可能十分鐘 就可以去到那個兒童圖書館 而這個兒童圖書館 外面其實都是一個公園 除了運動場可以去玩 也有一個遊樂場 這個遊樂場就小一點 就沒有剛才說的那個寶槌公園那麼大 但是和康城裡面的日出公園遊樂場 都大很多 還有很多東西玩 而第二個比較近 我們康城街坊的公園圖書館 除了剛才跳頂的那個 就是寶林這個 它的外形比較特別 好像一隻UFO 還是一隻湯碗 它這裡有個幾好處 因為它旁邊有一個室內的體育館 也有室內的遊泳池 就是公共遊泳池 再旁邊就是剛剛拍了一幅相片的寶槌公園 有超過十組不同的上滑梯給小朋友 所以它在這邊可以做到活動 更多過另外一個單車公園那邊的遊樂場 當然可以說回看圖書 這個圖書館其實歷史都非常有久 超過20年 VP以前有些考試 都要來這裡的溫習室溫書 因為在家裡讀不到書 就來這邊看 另外我們可以怎樣來呢 康城坐地鐵去寶林站 這裡遠一點要走十分鐘左右 最少才可以走到來 另外一個方法 其實之前也有說過 有什麼車呢 就在首都或者領都的巴士站 有一個小巴115 那一個小巴可以一程車 直接來到這個圖書館的門口 但是有不好處就是 貴一點 8個多一位 乘地鐵便便宜一半 但是走遠一點 還有那個車 班次比較疏留一點 但是有車很快 不堵塞兩分鐘就到了 好 希望疫情好之後 大家可以多過選擇 每個星期六日 跟小朋友想有什麼去處 甚至可能星期一至五 如果放假的時候 想要什麼地方去呢 除了去海濱長樑 或者去Cup House 或者去外面其他地方 都是考慮一下 這些比較近我們 可以容易去到的公共設施 好 又是日落西山的時候 今天介紹兩間 比較近我們康城的街坊 公共圖書館 多謝收聽收睇 WIPP珠仔頻道 是日落西山 我會不會去CNNN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